然後我們要談的是有關於物質三態 就是我們平常說的物質三態就是固態、液態跟氣態 固態、液態、氣態 固體的東西都擺得好好的 卡得死死的 在原來位置附近不太會動的 所以它基本上它的體積是固定的 形狀也是固定的 體積固定、形狀也是固定的 那麼液態呢,它就會比較拉開了 比較鬆鬆的,比較可以晃來晃去搖一搖搖一搖 所以它的形狀可以變化 可是基本上體積還是一樣的 所以呢,這兩個都是200毫升 可是這個形狀不太一樣 可以把呢,燒杯倒到兩桶,可以把兩桶倒到燒杯 形狀會變化,可是體積還是一樣的 所以一體的呢,體積會固定,它的形狀呢,不固定 氣態就是每個分子在那邊各自奔跑來跑去 脫離,它各自跑來跑去 所以它可以到處跑,到處弄 完全沒有什麼束縛 所以它的體積不會固定,形狀也不會固定 然後它撞到那個氣壁的時候,就會產生所謂的壓力 這套氣候就會產生所謂的壓力 產生所謂的壓力,就是氣態 所以呢,我們這個影片我們過去就看過了 前面跟你講它的固體 然後加熱,開始會搓一搓,變搖一搓,搓一搓 到了熔點,左手邊到熔點,就開始可以搓一搓一晃 所以形狀就會有變化,體積還是固定 然後呢,隨著溫度的提高 它的動能,它的跑來跑去的狀態就會增加 然後再溫度,越來越增加 等到最上面這個所謂的臂,變成各自分槽 各自分槽跑上去 所以就會從洞裡面跑掉了 所以體積不固定,形狀也不固定 你跟你講它的狀態大概這樣子了解 在觀念上有個了解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們就先不理它 這個是要講那個融化熱跟氣化熱的事情 我們就先不管它 所以我們就請問各位同學 F 你告訴我 固體 形狀、體積 固定或不固定 你挑一個告訴我 你隨便挑一個 林宗彥睡覺不要叫他 楊成宇 挑一個固態、意態、氣態、挑一個 固態、形狀 固定 體積 固定 你說 林移軒 睡覺不要一張 你願意 一體、氣體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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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體、形狀 不固定 體積 固定嗎 固定 固定 你說 平厚實 沒得挑了 平厚實 你們說 這要想這麼久喔 這樣子 了解一下 然後那個影片的 那個影片 那個影片的樣子要稍微記得 那個 觀念上要有 對的 就是 這狀況如此這般 這是有關於 物質的 三態的狀況 可以嗎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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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